就變成科普記者 那時候也沒想到說會 反正就過了四年 所以今天對我來說是有一點特別 所以我今天一直流汗 好像要來交成績單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在前世金山寶 以前當聯合報記者 合美理記者 後來變公民記者 那中間的轉折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隨時打到我 像以前在社大上課同學都很兇 現在上課同學好像都比較不兇 我就說那個記者就是不要給人家偷拍 然後下面就有同學說老師你不要假 不偷拍怎麼可能跑到新聞呢 就是類似這樣會挑戰你這樣 那我就說那看情形 偷不偷拍看情形 那他就說那看什麼情形 那我就講不下去了 好 其實他今天給我的題目是修煉之路 那其實我自己改的反省 其實從當記者第一天我覺得 就是一直在反省 各式各樣的反省 所以我今天自己改的題目改 然後這是我 就是你看其實有同學問我 我剛剛我所說我特別喜歡不是唸新聞系的人 想當記者 其實你看我 我是因為台灣科技大學 我同學在幹嘛 同學都在讀課鑽大學 那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 跑到香港去上班 去當廣告業務人 去當城市設計師 就是歐文會寫城市的 我們是蓋的 那做了行銷企劃 就是去美國唸書館 又做行銷企劃 然後就在1998年 9月1號什麼日子 不知道不知道 記者節 當了聯合報記者 然後4月1號 4月1號什麼日子 愚人節 奇怪了 我後來才發現霧宏師父還俗也是4月1號 我就試完了 霧宏師父大家知道嗎 對 好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那一句 因為其實我每次去水上上課 都有同學問我說 那我如果不是唸新聞系 我可以當記者嗎 那其實真的沒有 我認識的很多優秀記者 都不是唸新聞系畢業的 那唸新聞系有什麼優點 其實不可能否認就是說 你可以比較早 就像我剛開始當記者 其實真的不知道稿子怎麼寫 600次怎麼寫 800次怎麼寫 1200次怎麼寫 調查報導怎麼寫 然後那個1分20秒的PIN 要怎麼寫 真的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常常 我們那個早期還要把稿子印出來 然後公共經濟交到反觀生面前 我稿子寫完了 他就給你揉一揉 然後裡面就 哇 丟掉這樣 沒有 不可否認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一些比較 你熟悉那個媒體的作業狀況 然後理論基礎這些 所以每次人家問我 新聞的理論基礎 老師說還真的打不出來 就什麼爆炸哪個新聞的怎樣怎樣 他新聞是什麼 然後媒體是什麼 可是還真的打不出來 所以你可以免去一些初期的摸索 摸索的狀態 可是我最近比較常去學校上課 就發現其實內心危機的同學 陷阱是比較多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會找誰來上課 就是找那個像我們這種 以前翻過季的 到學校去上課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老師上的課 其實我聽過 我覺得不一定是對的 不一定是對的 就像我在某大學 就有個很有名的記者在上課 他就跟同學說 電視新聞不需要講清楚的 那我就當場露出 不是很有理化的表情 新聞 電視新聞不是講清楚的 那要幹嘛 其實電視新聞更難 你怎麼樣到那個一分二十秒 把一件事情也可以講清楚 我覺得那個是更難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不知道你會碰到什麼老師 所以你會受限於那個實務的局限 所以你就會看到很多 我今年擔任那個 Apple新聞獎的評審 就看到很多學校的學生做的作品 就是 什麼公車不讓座打起來 你就看到電視也是這樣播 因為我就發現電視也是這樣播 所以他就學會了 什麼英文站牌拼錯 就這種可以做報紙的衣衫版 這我覺得很浪漫 那就是加油站 經濟不景氣呢 就正體大戰 如果是你想到加油站 你會想到什麼 還有這樣還有沒有 像我就想到那個加油站會漏油 會污染對不對 我在做過這種調查 可是為什麼從什麼時候開始 學生學會看到加油站做的專體 就是正體大戰 這個是我一直很大問 不然就是不僅記大家怎麼選民國 或者是兩年前的311 你就看很多記者到東京去 那你住到東京了 你幹嘛不去輔導 那他們播什麼呢 就播哇你看現在空泉水大家都不敢喝啊 然後就去超市拍一些卡 拍一些卡 你看看這個 大家都不敢喝卡 這樣也能做一分二十 就說你看那個題目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可能是老師教他們的 或者是現在的電視教你 你就會無形中接受 其實我講不出什麼新聞大道 因為我沒有念過新聞 講不出什麼新聞大道 可是我覺得新聞是幹嘛 新聞其實它就是關心人 關心人然後關心國畢 那記者在幹嘛 記者就是把你的關心 讓更多人知道 讓更多人看到這樣子 這是記者的工作 其實我今天來上次 我還很認真 我還把我 我其實我那時候剛分享的時候 我有寫了十二篇那個 就是我為什麼變成不立記者 那我今天回頭去看 包括十五年前 我為什麼要當記者 我發現那個東西都沒有變 就是我當時想像到現在想像都沒有變 就是說你對記者的想像是什麼 我覺得記者是一個專業的職業 可是你看到很多年輕記者 他就會跟你講說 記者可以幹一輩子嗎 就是每天安身探氣一下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 我認為它是一個專業的職業 專業的職業 多種專業 包括你跑的你的 你跑金融業就要有金融的專業 你跑環環就要環環專業 那這些東西都要經年累月 經年累月用青春去換來的 換到你的經驗 他也是一個對人處事 帶人接吾的專業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每天罵沈世宏 然後在電梯裡面遇到他 還要跟他說 夫長你好啊 那這裡就成功了 如果你今天在抱上罵愛隊 然後今天你走到他的辦公室門口 他還會請你進去喝茶 我覺得這是我當記者裡面最困難 那當然也有寫到翻臉了 這個也有例子 也有寫到翻臉了 那你也不能跟你的青春對象太好 那萬一出事了你怎麼寫 所以我常跟人家說 記者要站在哪裡 就是站在 我跟你這樣又太近了 大概三步 像我跟你的距離剛好